我是张张,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伊朗的性交易 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诧异 伊朗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吗 他们那儿的女人都要穿黑袍子 把自己的面部以及身体全部要照起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为什么会存在性交易呢 那么今天我就来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这一切都源于古兰经 我们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那么古兰经是他们古老的精神信仰 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 它的有些法律也是依照古兰经来制定的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人身智慧 以及我游历众多国家的新奇见闻 此外我还会对明星运程展开预测 请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 一定要锁定我的频道 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那么在古兰经里面就明文规定了 这个临时夫妻的这个概念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五个条件 第一点双方都是穆斯林 第二点女方不能是处女 第三点女方没有丈夫 或者是必须经丈夫同意 第四点男方要支付酬金 双方要约定一个时间 从四秒到四年都可以 但是在这个时间结束的那一刻 那么双方呢就要取消这个临时夫妻的状态 也就是说伊朗的性交易呢 它是打了古兰经的临时夫妻的擦边球 那么这个现象呢在伊朗呢 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2021年的统计 那么从事这个性活动性交易的女性呢 达到六万人次 比五年前的平均年龄呢 小了十几岁 我们有此也可以看出呢 这个生意呢在伊朗呢 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么有人会问 为什么那里的女人呢都包裹的那么严实呢 却从事于之背道而驰的活动 其实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 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越压抑的地方呢 其实她越疯狂 那么伊朗女性穿的那个黑袍子 有的人呢只能露出眼睛 有的人呢是可以露出整个面部 这个取决于她的丈夫 因为在整个穆斯林体系中呢 女人呢被视为男人的财产 如果她在结婚的那一刻 她的老公说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是我的私有财产 我只允许你露出你的眼睛 那么这个女人呢 她是一生 直到她去世的整个过程中呢 她都是要用黑纱蒙面的 也就是说她吃东西的时候 是不能露出嘴巴和下巴的 我看到很多穆斯林的女性呢 她吃东西的时候 是轻轻掀开这个黑纱 用叉子将食物送进去 每一口呢都非常非常的小 她们会把肉类呢 切得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喝饮料的时候呢 是把吸管递进去喝一口 然后迅速的拿出来 如果在喝第二口的时候 她会把这个黑纱轻轻的掀起 然后把吸管送入嘴中 喝第二口 但是整个过程中 你是看不到她的嘴巴和下巴的 在伊朗呢 她是有宗教警察的 那么对于这种性交易呢 她们其实呢也是要执法的 但是你只要满足了我上述说的五个条件 那么你在整个活动期间呢 你可以亲吻拥抱抚摸 性虐啪啪啪 这些活动呢都可以做 所以有很多宗教警察 他们闯进这个房间之后 当南方出事了 他支付酬金的这个行为呢 这个宗教警察呢 他是不可以执法的 他会乖乖的退出这个房间 那么这个现象呢 在这个国家呢 也是非常让人惊诧和奇葩的一个现象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前往那里的话 那么一定要体验一下张张的话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如果对我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你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转发 开启小铃铛